朋友们好,我在四个月前曾经买过两颗特价的蝴蝶兰 当时呢,它的花期已经过了 看起来呢,状态呢,不算太差 但是当时没有花 所以呢,就被特价 我呢,挑了两颗 当时这两颗呢,其中一颗状态很好 它的根呢,非常不错 我在当时呢,做过一个视频 叫做,把特价的蝴蝶兰打扮成小清新 当时呢,我给大家呢,看过 它的根的状态 现在呢,过了四个月 果然呢,根很好的这一颗呢,就开花了 但是另外这一颗 当时根的状态一般的呢 就没有来得及开花了 现在呢,只是长了新的叶子 那也不错 说明它的状态非常好 我呢,今天给大家看这两盆蝴蝶兰呢 呃,是想和大家说一下呢 就是,呃,像这种特价的蝴蝶兰 如果它的根的状态很好的话呢 还是很值得买回家 很快呢,是可以把它养开花的 另外呢,我还要说一个呢 就是,呃,虽然我把它们放在同一个盘里 而且摆在同一个位置 呃,同时浇水,同时施肥 吃同样的肥 但是它们长出来的状态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呢 呃,两颗蝴蝶兰 如果它们买来的时候状态有所不同呢 那么即使用同样的方法去养护 它们也不一定长的是一模一样 会在同时开花的 而且呢,不同品种的蝴蝶兰呢 也会有所不同 那我,呃,给它们养护的这个过程呢 再和大家说一说 养护的过程呢 呃,和我,呃,买的其他的蝴蝶兰养护方法呢 几乎是一样的 唯一的差别呢 就是我没有把它们放到窗台上 而是放在门边了 呃,门边那个位置呢 有一些散光 另外呢,它可以蹭到一点点植物灯 呃,植物灯呢 离它们挺远的 所以它们只是蹭到了一点灯光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其中状态很好的这一颗呢 就开花了 但是另外一颗就没有 呃,如果我把这两颗放到窗台上呢 那么可能两颗都能开花 因为窗台上的光照呢 因为窗台上的光照呢 更加充足一些 另外呢,也有比较明显的温差 因为到了夜里呢 窗台上呢 呃,有窗帘拉下来以后呢 它于室内呢 就会有一点温差 呃,因为夜间 呃,窗户外面气温很低 所以贴着玻璃呢 温差就会明显一些了 那就更容易呢 促进它的花芽的生长 那我是个放在门边呢 就离这个门边是有一些距离 大概有半米多吧 两尺这样 所以呢,它不能够在夜间感觉到明显的温差 所以即使是状态很好的这一颗蝴蝶兰 它呢,花开的也不算特别好 呃,只开了四朵五朵 呃,还有花苞 那,呃,我觉得蝴蝶兰呢 能够把它养复花呢 确实不难 但是要把它养得非常好 复花复得很多呢 呃,夜间有一些温差 还是很有利于它多接花苞的 另外呢,这两颗蝴蝶兰是 四个月以前我买的特价蝴蝶兰 当时呢,已经是 呃,特价的蝴蝶兰当时已经是花期过了 那算是短短的四个月时间让它复花呢 其实有一些,呃,就好像 呃,女人生孩子不能靠得太近呢 时间靠得太近呢 也有可能呢,它就长不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看起来这两颗特价的蝴蝶兰状态都非常好 很健康 所以,呃,我等到这一颗开花的蝴蝶兰发现了以后呢 会让它们呢,在整个夏季得到很好的修养 充足的修养 呃,初秋的时候呢 我会再给它们施畜花的肥 那么希望今年的生秋到明年的初春之间 嗯,它们呢,能够开花 并且呢,花开得很多很茂盛 好的,这两颗特价的蝴蝶兰 它的后续呢,还会继续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与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